另一方面,印尼总统佐科威星期四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针对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佐科威强调印尼愿意担起作为俄乌沟通桥梁的任务 唯一的希望就是战争尽快结束 他已经要求七国集团确保将粮食和化肥排除在制裁清单之外 让供应链恢复正常 东盟最大国领袖同时也是现任20国集团轮值国主席的佐科威 造访克林姆林公后与俄国总统普京出席新闻发布会 几天前刚刚结束到德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行程的佐科威表示 少了俄罗斯和乌克兰 国际社会将无法恢复全球粮食供应 因此他已经在七国会议上要求各国确保 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不会影响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 sebagai sahabat Rusia saya juga kemarin menyampaikan di G7 bahwa jaminan ekspor dari Ukraina lewat laut itu harus semuanya menjamin kemudian juga saya juga minta kepada G7 kemarin bahwa untuk pupuk dan pangang itu tidak ada hambatan itu eksportnya dalam kaitan inilah saya mengharapkan agar Rusia tidak memperpanjang larangan terhadap eksport green termasuk gandum dan tidak memperlukan pembatasan kuota terhadap pupuk 针对全球新崛起经济体印尼提出的要求 普京指控是乌克兰军队在港口埋雷 而莫斯科并没有在干涉乌克兰 运粮船只出口粮食 普京强调 印尼是与俄国建立几十年外交关系的 友好国家之一 俄国已经做好准备 满足印尼和其他友好国家对化肥的需求 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保障粮食运输过程的安全 并且已经准备就绪 履行针对能源 粮食和化肥供应方面的合同义务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